下来的话也许 输入界面刚刚是直接跳 跳什么 跳那个直接讯息 Input Box 但你会发现直接跳 跳在这里 感觉好像跟那个Excel本身没有很直接关 不然就是直接刚刚输入这里 68岁 然后你按个确定 结果就出来了 或者你这边也可以涂颜色 比如说这个界面的话 你可以 再让它更多元一点点 那这样它就很清楚 最后你可以 不过这边的话有个问题 你 输入之后 你还要再按一个Enter 比如说你45岁 你Enter之后的话它不会变 你必须要再按一个确定 它才会变动 这当然你也可以再改变 这边其实还蛮弹性的 那只是说有个观念 原来Input Box跟Magic Box 是一个输入跟输出的关系 输入是藉由Input Box 输出是Magic Box 但是呢其实不是只能够藉由这两个东西输入输出 你可以藉由很多方法 比如说第一个你可以藉由这个储存格 那我讲过啦 反正你是有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储存格嘛 第一个 第二个就再来就范围 再来就列 再来就蓝 再来就除工作表 工作簿啦 那其实这个对应的都有对应的物件名称哦 所以如果你能够懂这些物件名称并且了解它的属性跟方法 其实你就会用的 其实物件导向最重要的就是两个东西啦 属性跟方法 属性跟方法 OK 那物件的属性跟方法 什么叫物件的属性跟方法 其实 当然这个 比如说我们今天 如果以那个 Range的 Sales来看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呢 怎么样把它做改写 好 那我们比如说呢 我改写的方法 我这边已经写好了 比如说我中间 我是另外再把上面的东西复制下来 贴过来 加个底线Sales 如果我今天用Sales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 把中间这一段复制下来 那我来改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不要InfoBus 我可以怎么样 把它改成 从哪里呢 从这边取的 从这边输入之后取的 那这边 这边叫什么呢 其实你就是跟他讲说 这边叫做储存格 那储存格你要打储存格物件 所以打一个Sales 加一个S Sales 就是储存格 也就是细胞 他把它想像是细胞 也蛮有道理的 S就是 集合 也就指的是这个工作表 把所有的储存格 挖胡之后的话呢 你告诉他Raw number Raw index Raw就是列 哪一列 我要从第一列 逗点 Column 好有没有 Column UMN就是Column 就蓝 哪一蓝 第二蓝 你可以输入2 不过输入2的话 有时候像2、1 看不好看 因为有时候这样算 不直觉 所以我的习惯是把这个2改成这样子 改成B 这样有没有 比较直觉 但是呢 记得前后再算 B你不能把它上数字 他是B蓝 得意识 所以后面这个地方是有两种表示 前面只能用数字 因为哪一列 后面这个可以这样写 我比较习惯会这样写 因为 不乱通话有时候你后面有个什么U X、Y 你自己这种 自己还好26 你要 如果是X的话 你要A、B、C、D 数到最后你根本搞不清楚了 你刚才打个X就好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的习惯 那至于没 因为其实说这样 程式员 有很多时候是自己习惯写法 所以我讲的这些东西 基本上你书上也找不到 因为那是我自己习惯的写法 所以你即便是找坊间的VBA书籍 看起来怎么跟老师上课讲的完缘不一样 没有问题 反正他的写法也是这种写法 我的也是这种写法 但是我这种写法是我习惯的写法 特别注意 我一直强调我习惯的写法 所以你要慢慢找出一个你习惯的写法 如果你习惯了写法以后你怎么写都对 就像说语言也是一样 反正每个人习惯怎么讲就怎么讲 讲得通就好了 你干嘛一定要坚持 一定要文法 想学日文 你跟我把文法学会 我看你跟我放弃算了 学到那时候 哪个时候你才会开始动口讲 没关系 开始乱讲就好了 真的 我后来发现小朋友啊 你从小也没有教他怎么讲话 他就会讲 他怎么开始讲 他乱讲 你去纠正他 对不对 他就慢慢知道这样不对 他就慢慢会讲 对不对 你会发现像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 你就慢慢歪 奇怪我女儿怎么 三岁的时候突然开始会讲 他讲的不是很OK 慢慢奇怪 突然有一天突然讲的这么溜 这么顺了 而且还开始会讲一些有趣的话 或什么的 我没教你你怎么会 原来 其实他就旁边一直听 大人讲话他就会听 所以有时候 连你讲的脏话可能就听进去了 所以哪一天他突然骂脏话 你要想说那是你教他的 你不要说谁教你的 对就是你 而且有时候你会发现 小朋友讲的任何的话 其实真的就是跟你非常有关系 你不要以为 他其实本来是张白子 其实是你在上面 无意之间潜移默化教他的 所以有一天我好像突然跟我讲 我女儿怎么习惯讲一句什么话 我说对那不是我常讲的吗 对他无意之间讲的话 对好像讲什么 因为我常常这样讲 好像是没什么关系 或者什么之类的 反正就是那种口头禅之类的 所以有的时候 这种东西就是 所以程式也是类似 我是觉得因为你表达 刚开始你打错是必然的 所以你像我的习惯 反正你就try 然后尽量找一个规律 try出我要的那个样子 那答案就出来了 OK 那不会有人告诉你答案 有些东西踹出来是我自己踹出来的 我走出一条路了 OK 所以我后来写的VBA 不管写任何语言都一样 逻辑非常简单 我第一个 程式越短越好 不喜欢长 第二个 那个逻辑 那个语法 越直觉越好 所以我很喜欢用这种方法 因为怎样 我就直接把这个东西 有没有 丢给H这个变数 有没有 所以他知道就过来了 对 那输出输出到这里 所以输出的话呢 就把那种Messie Bus 改成什么 第二列的B 所以呢 你就直接把这个拿来改更快 Ctrl C 那这边的话记得喔 给他的话加个等号 把后面的东西帮我丢到这里面 那但是丢的位置是丢在第二列 有没有 未成年丢过来 那底下都一样 所以底下的话 Ctrl C好了 把这些把它改一下 那这边把它伤掉 就一样了 就我 我就直接怎么样 直接把它改到这边来 也就是输入输出改成用Sales来表示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做完之后 再来就是在旁边加个按钮 这个按钮怎么做呢 就是 在插入里面有个表单控制项 有个按钮 把它拉一下 然后呢 找到什么 按确定就好了 找到这个 这个跟他讲说 我按一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执行这一次程式 OK 按确定 然后把里面的话 把这边改成确定好了 OK 确定 OK 好 这样的话大功告成 然后我就在这边把它清掉 不过最好是 你可以写个按个清除 然后呢 我们就输入 假设输入 64岁 按个确定 那就有了 壮严 然后 不过他麻烦的地方就是 只能变成你要重新清掉 然后 15岁 但是 每次会有个缺点 每次 其实我们的习惯应该是 输入完 Enter 底下的东西又出来了 但是 这边比较麻烦 你还要再按个确定 所以 如果你希望怎么样 最好是什么 可以按个Enter 然后他就自动出来的话 那会是更好一点 OK 但是问题 你有一个问题 就会有一个答案 但是 那个答案谁找出来 其实你Google 奇怪什么都找不到 没有人教 真的 书上找 找半天没有 所以我跟各位讲 这非常简单 如果说你今天要针对他 去做控制的话 接下来的话 你可能要了解 所以刚刚这边的话 我们在visual basic里面 有没有 物件 sales 对不对 所以刚刚第一个 OK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要知道说 他目前在哪一个 工作表物件 那他怎么表示这个工作表物件 这个工作表物件 这个工作表物件 基本上 这边就有一个区块 有没有 以sale的物件 用这个 表示这个 另外有一个 第二个的话 就下面这个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怎么样 这个物件 我知道是他 点两下 那 这个有一个所谓的 事件驱动的概念 就是说 当什么情况下 发生的时候 那我去执行对应的程式 所以第一个先找到物件 第二个一般找到 这个叫worksheet worksheet 就是工作表 当工作表怎么样呢 selection change 他预设是selection selection就是 选举区 发生改变的时候 但是我们基本上好像不是选举区发 而是当他改变 就是这个工作表里面有个部分的儲存格改变的时候 所以记得把它改 这个 然后呢 他被改变了 底下这两个可以删掉 那他怎么告诉你说呢 哪一个儲存格改变 他用那个target告诉你 所以target的话呢 基本上 所以我们可以判断什么 if 一样嘛 做一个逻辑判断 if什么呢 if target 被变更的那个儲存格 的位置 叫点什么呢 点address 这边有 位置 位置如果等于什么呢 等于 那个b 改变的是b1 打一个b1就可以了 但是记得要绝对位置 绝对位置在那个vpa里面 在sale里面就是锁住嘛 所以如果他被变更的那个位置 是b1的话 空一格 then enter两下打enter两下 做什么呢 就是去按下那个按钮的动作 那个按钮呢 我名称就是这叫这个 就是多重逻辑sale 把它复制一下 你就直接怎么样 再把它贴到这边来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说 当他改变了 那就执行我刚刚的那一支程式 一般习惯就是还会多一个call 其实不加call也可以的 call意思就是说 我就不叫他 但这个call他后来好像可以省略没关系 如果习惯还是加一下好了 call那支程式 好 这样的话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 我就再直接在那边输入 55岁 刚刚要按确定嘛 现在是change change的时候 他知道说那边change了 所以他就会去呼叫刚刚那支程式 如果ok的话 enter一下看看 ok了 所以这个按钮就多余了 这样感觉比较流畅 所以以后你有很多地方都可以这样做 在eSale里面输入65 enter change了 还是撞 我们改一个 22岁 enter 7年 这样还蛮好用的 有没有 很多地方 所以你说eSale能不能做一个进销存 可以啊 你就类似的方法 很多人都现在改用那个VBA来写进销存 而且写一个简单的进销存 不ok啊 不然你坊间买的他们难用 本来你只是想一个简单功能 你本来只是想要弄个小摊贩 结果他给你一个百货公司 你还想说这功能我可不可以去掉去掉 那干脆你就直接用VBA来写 如果你的需求是比较简单的话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边可能讲的比较多一点 我得把重点维顾一下 一 我们刚刚是把这一段有没有 把它复制贴过来 名称不能一样 所以我加个底线sales 主要是了解这个sales物件 ok 然后呢 他刮胡后面的这个讯息表示法 这边把它改一下 进更出IO部分 再来就是说因为我这边要enter 可以自动取得结果并且执行的话 那我就直接在这边点两下 worksheet change的时候 那利用他给我们这个target 哪一个改变有没有 然后去知道他的位置之后 去call那个就ok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然后 其实我是觉得当然 两者跟 Python跟VBA都工具 主要就是解决问题 管他哪一种工具 反正你可以解决问题最好 如果 那一般老板跟客户他也不要求 其实说真的 他们只要把问题解决就好了 他哪管你说 你一定给我一定只能用Python 或者是你可能只能用哪一种工具 应该没有这种 这种大部分就是你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就好 那至于哪一种解决问题最简单 你可以推荐他 比如说我以我的专业你的需求 我告诉你 那你我也可以提供你咨询 那我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告诉你 你就是只需要这样 你不用花大钱 反正有些公司花了很多钱 结果最后呢 买一个很难用的东西 最后呢就放在那边不用 那干嘛你花这个钱 对不对 你倒不如怎么样 我就告诉你 你就这样做就好了 对不对 你就省钱 然后呢又有效率 和乐不为 所以其实 职场上很需要有人是 给建议的 不是说 叫你一定要花大钱去买一些 有的没的东西 反而就是让公司 花了钱没有那个效益 我可以再试一下 那我也会把刚刚的画面 截图贴到云端上 就是你可以设中断点 那什么叫中断点 就是程式跑到这边 他会停住 如果你不要让他停住 你就再点他一下 他就不停 比如说刚程式跑到这边 我先停一下 因为我不确定说 address他传给我是什么东西 那我可以怎么做呢 非常简单 比如说我今天 输入一个词 33 enter会怎么样 他会去 因为这个工作表物件 他会触发 change的那个事件 那change事件呢 会执行什么 enter一下 就执行这个 当他这个工作表 change的时候 然后会丢一个target 告诉我 target里面放33 33 对 里面是不是放33 33 target其实里面预设值是value 它的里面value 所以你会发现 target实际上就是一个物件 点下去里面有一堆东西 绿色的是方法 那一只手拿一个东西叫属性 方法就是 有点执行完 就是做一件什么事情 动词的意思 那一只手拿一个资料 其实意思是说里面属性就放资料的地方 放什么资料呢 其中有一个 你告诉我一下 那个 这个address属性里面放什么东西 那比如说我不知道 没关系 有个要放在上面 他会告诉你 目前target.address 里面放的是这个东西 一个字串 字串里面放什么 就是b1 那我本来不知道 我设个中段点 我就知道了 ok 所以这一点 导视vba里面 写程式 非常方便一点 那你说这个python能不能做到 其实它也做得到 只是非常的不方便 非常的不好用 那那个微软的开发环境 就有这个优势 vba 那如果你中段的你想要让他指引下一行 你就按f8 这边有个针错 租行对不对 租行就f8 就下一行的意思 然后其他还有这些 我想你们自己 比较多的是f8 那你可以怎么 让他f8 下一行 他就跑一行而已 按一个f8他就跑一行 他不会说像刚刚一指引 全部跑完 你也不知道说奇怪 跑完了 那到底他做什么 我不知道 你可以怎么 所以甚至你哪个地方不知道 你可以怎么 就是停下来 然后呢 按f8 慢慢去看 所以这个地方call 多重逻辑 f8 跳过来了 有没有 然后你在f8 慢慢跑 那另外的话 跑过这个之后 你游标可以 放在这里 有没有 他这里面放什么 有没有他告诉你 选取来之后 里面呢 就放33 而且是33的数字 为什么 因为他前后没有双一号 他丢过来的话呢 他也是33的数字 ok 然后呢 再来的 这个会不会过 其实这个也有没有办 这个选起来 这个true force也可以 他跟你讲说 这个逻辑是false 所以我不会进这里 有没有 这个开发环境还蛮优秀的 你根本不用担心 慢慢来就好 就是你要写程式是这样 你千万不是说随便写完就算了 你要每一行每一行都要知道说你在写什么 你一行都不能说你用混的用摸 不行啦 就是一定要每一行都知道 那为了每一行都知道这个工具导我觉得还蛮方便 F8 有没有这个不过 那这个 这个会不会过 一样把它选起来 这个是什么 true 那这个是不是true 这个 这个false 一个true一个false会不会过 不会嘛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逻辑把它选起来 两个加在一起 有没有 那个逻辑 end 那个逻辑等于false 他会告诉你 你看相当清楚 应该可以理解吧 所以就按照这个方法 反正这个会不会过 所以你就一样 这个把它选起来 然后游标放等于true 所以true的话就进去了 有没有 然后就把 把这个东西 丢到它里面 所以呢 它的写法一定是这样写 OK 把这个壮年的字串 丢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指它 所以执行这一行呢 里面就变了 变壮年 有没有 f8 你壮年了 OK 那因为又有change 所以它又触发一次 这个change它要触发 那里面呢 change的是b2 b2 是不是等于b1 不是 所以它跳过了 OK 所以 这边的话呢 就结束了 end if OK 那这边 最后记得哦 这个中断点 如果用完了 你就把它停掉就好了 不然的话 它会每次都停 加根移除 ok 然后执行 这样就蛮ok的 所以顺便教各位 在那个vba里面除错 真的是一件 还蛮愉快的经验 可惜 有的时候你去开发 别的城市的时候 就没有这么好用的工具 所以有的时候写 如果每个环境都有的话 那真的是很 一定也不会错来 反正就慢慢来 ok 所以请各位再试一下 我刚刚主要是 点一下 然后呢 让它执行 不不 让它跑一下城市 这边enter一下 它就 只要触发 它才会执行这边 然后就游标放上去 来发明先 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顺便带一下 有关那个 就是vba里面的 那个相关的除错 可以利用中段点 配合f8 再配合什么 游标 选取 指向它 那你就可以看到什么 看到那个每一个变数 还有逻辑里面的 它目前的一个状态 这个方法我觉得导 还蛮推荐的 因为以后有些城市不会写没关系 或者写错也没关系 你就中断在那边 当知道里面它会给我什么东西 那我再补一下后面的值 也ok 所以有的时候 你说我城市怎么写 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不然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说 它那个属性里面 到底会丢什么给我 ok 比如address 你会丢什么address 因为不是address一个东西 那我就这样看 我叫它丢什么 那我就在旁边给它一个对应的词 这样就可以把城市写出来 ok 试一下 那么